現在的這個時候 中央要唱隨著地方 那地方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才能夠這樣子 讓這件事情做得好 可是昨天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地方的首長 誰 柯文哲 柯文哲他在台北 跟上海的市長 現在滅了雙城論壇開始 兩岸一家親的聲音又出現了 但這麼一出現 聽在蔡英文的耳朵裡面 好痛 好痛 是 立岡昨天兩岸論壇 雙城論壇 然後柯文哲除了冠場 一定會提了兩岸一家親之外 他還加了什麼 加了新的東西 五個互相 什麼呢 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諒解 他說我們就是這樣子 再加上兩岸一家親 希望上海跟台北之間 能夠有越來越熱絡的一些交流 我覺得本來這個聽起來 也沒什麼不對 很正常 對不對 他都已經 反正兩岸一家親都講了 當然希望能夠互相了解 尊重 合作 諒解 可是問題是 有一個團體聽不下去了 這次不是民進黨 這次是時代力量聽不下去 時代力量 馬上有一些人就跳出來了 包括林昌左 包括還有他們三個 所謂的美女星科市議員 他們跳出來就說 不清楚柯文哲 為何執意再說一次 要求柯文哲說明清楚 他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兩岸一家親這種東西 可是選前的時候去蹭人家 我跟你講他不只是蹭人家 你看什麼林亮君 這幾個人 這幾個綠委 當初每一個人都扒在柯文哲身邊 你看有沒有這張照片影片 到處跑來跑去 貼著他來沾光 是 而且我跟你講 選前的時候更好笑的是 還被人家抓出來 他們自己上去 政論節目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 柯文哲講兩岸一家親 你們實在力量 不是主張台獨 你們怎麼還跟他混在一起 結果他們講說 兩岸一家親 其實是一種務實的東西 那個時候選前就變務實了 選前是很務實 選後就是再見 可比 拜拜 我現在不需要你 因為他得到該要的位置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柯文哲現在一定覺得說 背信棄域就是促審 然後結果這些時代力量 跟他們講 兵不厭詐 這是選舉 選完了 不然你要我把我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 我們的段宜康委員很好笑 他說白綠其實之間 從來就沒有要合作過 你知道 現在只不過是因為 你柯文哲選贏了 講話比較大聲而已 我們從來都沒打算 要跟你合作 那見鬼 蔡英文幹嘛要找柯文哲 他們其實不斷的 你們從選前一直不斷的說 要找柯文哲談 忘記了當初不是還說 要共推一個候選人嗎 當時還說要去跟柯文哲 去協調嗎 現在都當做 反正選完輸了輸我就忘記了 我就覺得真的是 不要一直變來變去 這樣只會讓人家看不起你 我跟你講 蔡英文總統最近有講話 他說兩岸最重要不是口號 而是務實解決人民問題 你早知道這件事不就好了嗎 但是問題是 以前喊口號最多是誰 不就是你蔡英文 對 你的溫清口號喊了多少 喊了一大堆 然後我們的卓榮泰這個 準黨主席可能是他 因為畢竟程序還沒有進行 這個卓榮泰也跳出來講話 他說我們兩岸 親來親去沒關係 但是不能一家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最近他們自己新台灣國策 智庫去做了這樣一個民調 這是清綠的一個 新台灣國策智庫 結果他們自己做的民調顯示 蔡英文選前的時候 整個民進黨不是一直告訴我們 說這就是統獨對決 如果高雄掉的話 可能就會丟給大陸了 不都是這樣講 都是統獨對決 結果他們自己做的民調顯示 百分之66.3的民眾 不同意這次九合英選舉 是國家認同的統獨對決 再來下一張 百分之47.7的民眾 他不同意什麼 不同意九合英選舉 是韓國瑜效應的影響 這次民進黨很多人都告訴你 就是因為運氣不好 剛好遇到一個 也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 韓國瑜把我們全部打垮 根本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47.7的民眾是不同意的 所以民生經濟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民運黨時代力量 你們到現在聽懂了嗎